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那 为了让大家轻松一点 我们就来个复活节彩蛋 没有啦 其实就是 我们大概讲一下 关于音乐讯号处理方面的一些 基本的知识 因为其实就我所知 清大不太有老师做这方面领域的事情 那焦大有 台大成大也有 对 那 好 那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在音乐方面 我们比如说做音色辨识 因为我们音色其实分成非常多种 那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大概是这几种 那第一种是叫Piano 那大家其实在音乐课 国小应该就知道 也是最常听到Piano的音色 大概是这种 就是用钢琴音色来弹 那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大概十六十七世纪那个时候 有个叫做大剑琴的音色 它也会被归类在Piano这个音色里面 看一下我有没有收 这个 这个算是 因为钢琴本身 不是音色也可以有很多种 一种会是比较明亮一点 比较脆一点的 这种是比刚刚那种还要再更脆一点的音色 那我这一台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收入那个大剑琴的音色在里面 好没关系 那接下来Keyboard它算是比较广泛的 键盘音色 它基本上 比如说有关于风琴啊 或是铁琴啊 或是 一些 甚至是手风琴都会在这里面 那 键盘 音色的话 听起来大概会像这种 这种样子 这是大剑琴的音色 应该在这里 就是 就是这种 算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就是他们 因为那时候乐器钢琴其实还没有被发明 所以他们主要是用这个 音色来弹奏 那这个音色有什么特性就是 一般来说 他比较长的音符会是 都是断点的那种感觉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在弹 我们在钢琴的讯号方面 这种 就是大家 其实已经很习惯的这种 连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 大剑琴本身是 比较没有办法连起来的 他都会是 速度 比较快的那种 那种感觉 这种 很快 这样子 也进行下去 那 如果是弹奏比较 慢的部分的话 他就会有这种 他就会有这种 算是有点跳来跳去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在讯号处理方面 就是也是很多人会去探讨的 议题这样子 好那 大剑琴讲完了 要讲我刚刚说的那个 键盘的部分的话 像这种很像铃铛的音色 它就会归类在keyboard里面 就是下课了 因为这台乐器比较少 但是 它也是 这种也是类似铃铛的音色 它这种 这样子 这样子的音色底下 都会被归类在keyboard里面 那我们先跳到 strength的部分的话 它本身会是 弦乐的乐器 那 比如说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都是属于在这一类 都是属于在这一类 就是小提琴的音色 或者是 这个算是 它除了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它也会有一种 比较general那种感觉 那它那种感觉 主要是为了 你在音乐的时候 需要去做一个 秤底的角色 它会是 在工程上 它会是 exponential decay 最 就是 decay最慢的一个音色 这个细节 可能今天不会讲到 大家可以就稍微记一下 因为 每一种音色 它在你弹奏下去的过程 它都会有一个 decay 那 比如说 刚回到刚刚的钢琴好了 你会发现弹奏一下 然后它就 就结束了 就你就再听不到钢琴的音色 但是如果是弦乐的话 我不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 不過它就是会 比較有那种 接下来是 吉他方面的音色的话 它比较特别 因为它其实 很难用键盘去体会 因为它其实是 波选 波选的那种音色 所以 键盘方面其实很难跟它 相像的 但是 吉他 吉他部分的音色的话 大家就这样听成吉他跟bass 那 bass的话 它会 不知道 各位知道bass 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吗 这种 这些都是 复音一点的吉他部分 我在找bass 在哪里 好找到了 就像这种 因为一般人说 其实bass 在我们 流行乐的话 是大家比较 不会去注意到的 无论是在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乐团的表演 或是说 你在 听一首音乐 其实 bass 因为它是通常会弹 比较低音的部分 就是很低的部分 那它其实如果跟高音的部分 比如说吉他 相叠加在一起 其实它的 它就会变得非常难去掌握 所以一般来说 这会跟 会比较难掌握啦 所以会很难去辨识 人耳会很难辨识 那机器的话也一样 因为它通常会混在一起 对 不要跟bass 不要跟bass搞混 它是另外的东西 我没有打错 就是这样 那 好 那 接下来讲到bass的话 它是属于同管的部分 比如说 任何的 喇叭 或是 小号 或是 法国号之类 都会被归类在这里 这种bass的部分 它算是也很常在 音乐迅道处理会去探讨的部分 对 那 接下来两个算是 近年来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算是 比较算是被合成的那种感觉 上述的那五个东西 其实在 一两百年前 甚至更久 就其实就已经有这些音色存在了 但是 synth跟path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堂课常常讲 synth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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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 其实 就是合成方面的音色 比如说 大家其实在电子电路实验 有没有讲过三角波 或是方波 三角波 它其实 除了在电路上有一定的意义之外 它其实在 音乐上面算是很常被拿来用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这种算是 它是一种synth 它会比较像是 方波 应该说south tooth的那种波 这样子 它 那它这样子 主要是用在哪里 因为有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乐团嘛 通常都会是 吉他solo嘛 那可是如果是 比如说 keyboard的solo的话 有时候就会用到这种的 这种的音色这样 对 那pad跟synth 刚好是两个后果的角色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pad方面 我一时之间想不到有什么 比较有名的歌是 有这方面的开筒或是内容 不过它真的很常被用到 那它也会是 它的特性会跟synths比较像 它会是 说 人耳就会觉得它好像只是一个背景的东西 然后就这样听过去了 那可能如果没有相关方面知识的同学 可能就会 没有察觉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对 好 那 音色讲完了 那接下来 它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因为其实 刚刚有提到 音乐讯号处理 或是说 语音讯号处理 或是任何audio相关的 其实 在recognition 比如说 用deep learning 或是任何机器学习的方法 去辨识 是一个 就是目前很热门的 对啊 所以 它主要会是 会跟音诚有关 什么叫音诚呢 就是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不会只弹一两颗音吗 比如说 这样子的话就是单音的讯号 那 跟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有音诚的讯号 有音诚的讯号 通常就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音这样子 一起弹奏 这样都形成 音诚方面的东西 那音诚在 学术上分成非常多种 依据 它们的 相差的程度不同 比如说 可能老师之前的 头影片也有看得到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 D D D跟Sol 它就会形成 完全五度 这样子 perfect 对 那如果是 更高的话 比如说小七度 这样子 不同的差距 就会有不同的音程 这样子 对 那 在这 音程不同的下 就会有非常多的 和弦的产生 那和弦 其实一般来讲 同学如果 对和弦比较 没有概念的话 其实 会比较 不知道这些符号在做什么 不过 大致上 最常最常见的 会分成两种 也是 你在做和弦辨识的时候 你一定 就是 第一关的感觉 就是我们过五关 斬六将 那我们首先 最简单要处理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大和弦跟小和弦的差别 那 其实这可能国小的音乐老师 就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 如果是大和弦的话 听起来就会是 比较快乐的感觉 比如说 嗯 嗯 对 那听起来 会比较快乐 对 没有什么说服力 如果 好 那接下来小M3的意思是 小的三和弦 三和弦的意思就是 三颗音组成的和弦 这样子 那小三和弦 听起来就会是 呃 比较悲伤的感觉 这样子 怎么说 对 那呃 呃 刚 剛剛有沒有聽起來比較悲傷的感覺 好像快要被當掉了有沒有 沒有啦 然後其實我剛剛有做一個 就是同學如果對這張比較熟悉 就是其實我剛剛有 最後一個音的請一個音 其實我不是彈小和弦 其實我是彈大和弦 在這上面其實 因為以往這一堂課以前都會 看一間paper是在講 這有關的 但是沒關係我就在這裡講 它在英文叫做resolution 那中文叫做解決 解決這個概念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 為了讓你的結束的音 更有結束的感覺 而在你的前一個 音符彈下去的 進行的那個音 然後做一些你想要做的處理 那它 因為它牽扯到一些音樂上面的知識 所以 這邊就不細講了 那 我剛剛提到了嘛 在訊號處理上 這M3 大M3跟小M3是 不是大魔王 跟大魔王剛好相反 是小怪 它就是 你首先要處理的問題 因為它其實也是最常見的 為什麼最常見的 因為其實我們幾乎每首歌 大概90% 都可以用這兩個的概念去 把這真首歌給彈奏完 比如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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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隨便一首 比如說剛剛冰雪奇緣的那個 Lady Go 就是 它的副歌 其實是有很簡單的 大M3跟小M3所形成的 那這領域它的瓶頸在哪裡呢 就是所謂的七和弦 Silent 因為它 它分佈的更廣 在三和弦方面 其實我還沒有列舉完 其實除了大和弦跟小和弦 它還有分成 比如說真和弦 減和弦 更多方面 但是七和弦的話就又更廣了 那它聽起來會像是這個樣子 或是 對 非常多種 就是它算是 比較難界定說它是比較快樂的 還是比較 呃 悲傷的 對 對 那 好 那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呢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其實 如果你要從初步的腳印出發 就即便是我 因為 我研究就是可能做 呃 音樂訊號相關處理領域 那 呃 我在 由最簡單的步驟出發的話 也會是從MFCC這個步驟出發 所以它不會是 不會是說什麼 啊你一定要是語音啊還是 呃 一定要是一個說話的 一段音檔 才可以說 你用MFCC 能在接下來做到你想要的目的 對 那呃 我們就 呃 接著繼續看下去說 這方面跟MFCC會有什麼相關的東西 對 那 好 那 那 上面這個是流程圖啦 其實 MFT 做MFT是必要的 因為其實 你如果要研究訊號方面的頻譜 它的分布的話 你要先一定要先經過MFT 那經過MFT以後 有個PostStatron 其實 講的那麼好聽 其實就只是 讓它有個平方的那個 就是 乘以自己的平方 內積起來 這樣子 那我們有了一個這樣能量的 呃 平譜圖的時候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咒 也就是經過三角波濾波器 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其他課有學過相關的 不過沒關係 那 這個三角波濾波器通常是 就是 在 通常我們會有26個 那 它算是經驗上啦 因為我們其實事實上 你要取幾個 是你自己可以 fine-tune的一個 參數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取呢 就是 那個 那根呢 那根 這裡啊 這裡啊 好 好 就是 我們現在只列出了10個 MFT的三角形對波器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趨勢 就是 呃 越低頻了 越窄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那其實看到這個分佈 大家就可以想到 雖然我們在Linear 什麼 因為這是Linear嘛 一千兩千三千四千 上面是 越來越窄 或是說往右 越來越快 那它其實實際上 如果你在LogScale 它會是 它會是有點 呃 會是就變成同樣寬的 那這樣做的目的 其實就 跟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個Malfrequency 因為Malfrequency 它的 主要的 概念就是說 它利用的 對於不同的頻率 它有不同的 分佈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先把 我先把想要的 頻率範圍 先轉到Malfrequency 怎麼轉呢 呃 Samepoint Frequency Samepoint Frequency 就是聽到都耳熟聲響 那這個 這個值如果除以二的話 會是我們 主要的頻率分布範圍 比如說 我們一個 16000赫茲的 呃 訊號 應該說 FS 我們簡稱叫FS 16000的FS 那實際上 我們能夠 裡面能夠出現的 最大頻率不會超過8000 這跟那個 Samepoint Theory 就是有一些觀念 好 那至於 如果我們0到8000 那接下來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先轉到 Malfrequency上面 那轉到Malfrequency 怎麼轉呢 其實我們在剛才的 Malfrequency 第一關其實有講過 大家 都會忘記回去可以看 好影片 那 轉過去以後 它會是得到一個 另外一個值 假設是 假設 假設是0到1萬 那 0到1萬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三角形去 給它 平均分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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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1萬之間 對 那這個三角形同時也符合一個特性 它是 你會發現它有點 腳接腳的感覺 就是 好 大家仔細看 這個三角形 長這樣 中間那個 那大家有發現 這個三角形 其實是 前 N- 假設是 第N個三角形 那它其實是 N-2的 右邊這個邊的角 跟這個角 接在一起 對 那如果這方面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特性去 比如說 處理 在已經 Mapping到 Mail Frequency上面 比如說1萬 那我們去處理一個 三角形的數量 加1或是加2 為什麼是加1或加2 因為 我們這個時候探討的是三角形的角 而不是三角形的數量 那 這樣好了 假設我們只有兩個三角形 就是其他的三角形都不要看 我們就只看這兩個三角形 其他的都假設沒有它的存在 那 大家有發現 其實它是有 應該說 它是有四個點的 四個點分別是在 1 然後 2 然後這邊就有人過來3 這邊有人過來4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Mapping 那我們再把那個 Frequency去處理我們三角形的數量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那我們在Mail Frequency上面 所要的間距到底是多少 因為Mail Frequency才是我們人和真正 真正有關的東西 所以 假設我們出列了50 那1萬出於50 200 那所以我們在Mail Frequency上面 我們就會是 比如說0到200 是一個三角波 200到400 是一個三角波 400到600 也是一個三角波 以此類推 但是 奇怪了 那明明 它感覺就是一個 Wail Separating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 Wail Frequency在 大的推回Frequency的時候 我們 它是一個 Expotential 或是Log的一個 反推 所以 我們又會變成 它的 它的間隔又變成 不是linear的感覺 這樣 所以它這樣子 分佈是會有這樣子的 會是這樣的原因 那 這些三角波要拿來幹嘛 就是它會形成一個 Filter Bank 然後跟我們原本的Parse Spectrum 去 算是經過Filter Bank 這樣子 對 那 相信 我們等一下如果時間還夠的話 我們會 我們有Code 我們這邊可以 Nemo給大家看 那 之後 再取到的以後 我們接下來會做 DCT 那 這些其實跟我們 上一節課講的 是有幾件相關的 因為 它 你把 這個 經過這個以後的東西 想成是一個 未知的訊號的話 你就不要想 大家想成是平譜 還是 Tindlement 你都不要想 你就是 它就等於是有點像是把 訊號在做更 平滑化的感覺 那 最後平滑化以後 因為 假設是做DCT 那DCT 剛剛有提到 它跟DFT 其實有一點點相連 那 取DFT的 取係數 取前13個係數 這會同等於 我們 有點low-pass builder的感覺 因為 你 DCT 假設DCT以後 是一個平滑的話 那你只取前面 那前面是很低頻的部分 它是會有這樣子的味道 對 好